《建民论推墙》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3月1号 是《建民论推墙》的1932期 我们今天的节目来跟大家重点谈美国国会啊 昨天一天举行了几场听证会 在整个昨天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面 绝大部分的议案都跟中国有关 也就是一共通过了关于台湾的议案就有四个 是指昨天2月28号啊 2月28号光美国叫金融委员会提议了三个议案 三个议案分别是《2023台湾冲突阻恶法》 第二个叫《2023年不歧视台湾法》 第三个叫《保护台湾法》 这三项议案是金融委员会提出的 其次是外事委员会提议了一个《台湾保证落实法》 这四个法案通通在昨天的美国众议院听证会上面 由议员们呢一直表决通过 那么这几个议案里面的核心是什么呢? 这一次的核心呢和过去台湾落实各种保护台湾的方法呢不大一样 过去对台湾都是卖武器啊 然后加强跟台湾的贸易啊 跟台湾各个官方往来大家密切合作啊提升台湾在国际上的国际地位啊 重要的一些国际组织邀请台湾参加啊 那么过去的议案大部分都围绕的是这些举行的 而这次议案它是直接针对什么?针对中共 就是过去呢是片面的保护台湾 这次认为你要保护台湾就要打击中共 只有打击了中共才是真正的保护台湾 所以说这一次的议案里面提出一个核心的对中共打击最狠的办法就是什么? 如果你中共敢于入侵台湾 那么所有在入侵台湾参与决策的以及执行的中国共产党党内外的高级官员和军方的高级将领呢 都会受到美国进行的个人制裁 而被制裁的中共高级官员和高级将领 他们的财产呢首先会被美国在全世界公开 那么公开了你们这些高级将领和高级官员的个人财产之后 然后呢在海外的资产百分之百是冻结 家属和儿女的签证被吊销 那么这么一干的话对中共的高级官员和军方的高级将领打击就很大了 也就是这个议案如果是真的落实 那将来一旦攻占台湾 那显然是中共政治局或者是中央委员以上能够集体同意的 很可能被制裁的人就是政治局二十几个委员 人人都会在制裁之列 那么军方也就是说所有参战的这些司令员啊 军长啊国防部的这些部长副部长 军委的这些主席副主席以及什么所有的中央军委委员啊 这些通通都是什么通通都是军方执行攻台的主要将领 那么也就是上述的这些人从政治局委员也好中央军委委员也好 这些中共的高官他们所有个人的财产全部在全世界公开 这一公开共产党就傻了啊 因为所有共产党的官员他们家的财产那是绝对的党和国家机密 怎么能公开呢一旦公开所有老百姓都认为你当一个共产党的官员 你家里面有几百亿几千亿的他们的财产是完全经不起公开的嘛 首先美国会把你家的财产公开其次就是海外财产全部给你冻结 你家里面直系亲属已经在海外的无论是购买的房产啊 还是你们购买的股票投资的企业啊通通都给予冻结 已经取得签证的有绿卡的通通给予注销 这下子共产党这些高级官员就完了嘛 也就是打击直接打到他们本人头上 而打到他们本人头上的话对他们来讲影响多大呢 不仅仅是美国啊 因为党国的高级官员他们很多人财产不一定全存在美国 但是美国出台这个法律也不局限于美国啊 是包括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以及呢使用美元结算的银行 这下子基本上全世界都包括了 全世界哪个银行不是用美元来结算的呢 美国的盟国你觉得哪一个盟国不是共产党主要官员 他们藏钱的地方呢 他们藏钱嘛 要么是藏在美国 要么藏在加拿大 要么藏在澳大利亚 要么藏在亚洲的日本啦 新加坡 要么就是欧洲 英国啦 德国啦 意大利啦 西班牙啦 瑞士啦 以及一切的嘛 所有民主发达的西方国家 这些国家通通是美国的盟友 通通使用美元在结算 因此他们藏钱只可能藏在这些地方 他们不可能去藏到什么北朝鲜啦 藏到俄罗斯啦 藏到伊朗 藏到塔利班去吧 所以说他们的钱 只要在美国和美国的盟国范围内 只要用美元结算的 所有人的财产都会被冻结 那打台湾你们打不打还执行不执行 如果是你们自己把身家性命都赔上 那么共产党这些高官就会考虑了啊 也就是中共的官员一旦涉及到自身利益时候 会选择保命保财的 谁跟你共产党卖命 然后伤害自己的利益呢 因此美国这一招的打击是相当相当狠的 他直接制裁到中共高官本人 直接打击你本人和你家族里面自身的利益 这个利益一旦被美国人釜底抽薪了 那你觉得共产党的官员有多少 还跟着习近平去卖命呢 习近平他自己姐姐姐夫全部在海外 他弟弟都在海外 早就把财产在海外全部藏好了 所以习近平喊你们上 即使是习近平本人被制裁 大不了习近平认为就是他和彭丽媛的财产被制裁 他两个姐姐两个姐夫以及他弟弟早就是什么 早就是富可敌国这些财产 他认为美国是不会制裁到他的 你觉得美国真的不会制裁到吗 如果习近平真的是攻打了台湾 很可能就像普京一样 整个家族跟他有直系亲戚关系的 所有人都会被制裁 他姐姐姐夫他弟弟 所有他在海外的那些白手套都跑不掉 因此来讲的话 习近平肯定是第一个被制裁的 区域的跟着习近平卖命的中共高级官员 一个都跑不掉 如果你不愿意被制裁 那你赶紧就抽身退卓 跟共产党决裂 甚至到海外反隔一击 那你就完全有可能 美国制裁就制裁不到你头上了 只要你参与习近平这个决策 或者帮助执行习近平那个命令 所以你是多高的职务 美国是一定制裁打击到你的 所以昨天2月28号 美国众议院一天就举行了五场听证会 审理了数十个法案 绝大多数都跟中国有关 要么是跟中国经济贸易脱钩 要么是保卫台湾 要么是警告中国 如果你支持俄罗斯 要付出跟俄罗斯一样的代价 那么中国委员会成立以来 就是新的议长埃卡锡商人以来 专门成立了一个制裁打击中国的 叫做打击中共委员会 那么这个中共特别委员会的主席 是来自于威斯康星州的叫加拉格尔 加拉格尔自从出任中国特别委员会主席以后 第一件事就先费台湾 到台湾跟蔡英文见面 跟蔡英文加强美台之间的合作 并且把国会这一次所新通过的保护台湾 打击中共的所有美国国会支持台湾的议案 和支持台湾的各种行动方案 跟蔡英文就交了底 回来以后加拉格尔立即在纽约召开了一场 反对中共的盛大的声讨中共的一场聚会活动 这个活动地点就在纽约的共产党设立 所谓海外纽约派出所的位置 也就是加拉格尔率领美国国会的多名参众议员 以及纽约广大的反对中共的包括华人听众也好 离拜六 那么这个礼拜从礼拜一开始起就搞听证会 听证会上面中国特别委员会是通过了多项议案 直接就是打击中共 因此来讲的话加拉格尔他发言时候就说得很清楚 现在我们国会制定的所有的反击中共 遏制中共甚至是消灭中共的所有的决策 从现在开始起十年内打下的各种基础 都是为未来美国百年打下的基础 因为在未来的百年里面对美国威胁最大的敌人就是来自于中共 所以只有铲除中共美国才能平安 美国才能保证自己的国防安全 气球事件已经是最明显的了嘛 所以说加拉格尔当时在发言中他就是这么强调的 那么除了加拉格尔发言以后 还有一个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博明 博明在国会听证会上面他反复强调 他说中共你别看他像个纸老虎张牙舞爪一样 动不动他不怕这个不怕那个他连美国都不怕 我告诉你讲中共最怕的是中国人民 因为中共最大要打击的就是中国人民 他做的一切事件包括在海外威胁一切国家 威胁所有的民主威胁美国做这些事的目的 最终都是为了控制中国人民打击中国人民 所以中国人民是深受共产党奴役和扑害的最广大的群体 而这个群体也是反对中共最伟大的力量 因此中共最怕是人民起来造他们的反 我们必须与着一个感觉的预充 我相信我们的政策在这些十年 会设定了一切的领域 我们不能让中共的脑子力量 能够抗争 中国人民的立场是一切的 在尽量的真正的意志 这些词你听到 一些由于尽量尴尬的词词 尽量尴尬 尽量尴尬 尤其是一部分 为掌描述的领域 您可以说 中国人民共产党是 Harry Houdini的 Marxist-Lenin的领域 David Copperfield 的革命 的 Criss Angel 的 autocracy 但是 但是 中国人民共产党的 中共大量的派出他的肘牙 对全世界进行渗透 包括在国会昨天 听证会现场 都有华人在现场 去闹场 这些闹场显然是大使馆指定的嘛 那么很多人都不明白 为什么这些闹场的华人能够进入国会现场呢 这主要就是什么 就是党国一是统战 二是渗透 统战就是共产党把很多在海外跟共产党互相拉扯 互相勾兑关系的包括美国的白人 包括美国的一些政治家 跟他们勾兑好了以后 让他们提供方便 提供一些听证会场面的通行证 就是让一些听众啊 作为普通观众来听证的 而这个普通观众里面就混入了中共大使馆指派的人员 第二个就是中共渗透嘛 它渗透到当地让当地很多华人为共产党卖命啊 共产党给他们一点迎头小利 给他们家族在中国大陆他们的什么企业啊 什么家族生意啊 给他们一点小生意 这些人就愿意在海外为共产党卖命了 他知道在民主国家他再怎么闹场 大不了警察把他带走 不会抓他 不会判他 更不会吊销他的这个身份 不会取消他的绿卡 或者那些在美国还没身份的人 甚至通过这样 共产党还找一些律师帮他们解决身份啊 因此大使馆号召总归是有人为他们卖命 所以这些人是怎么混进去 就是这么混进去的 当这些人在现场闹场以后 美国的议员就指出嘛 这是中国统战的一部分嘛 不是共产党它通过它强大的统战手段 怎么可能在美国国会听证会那么严肃的现场 能把那些帮助中国共产党说话的人 把他混进来呢 因为近来的人打的口号就是什么 就是中国不是我们美国的敌人 而国会听证会上面主要要决定的一个主题就是 中共就是美国的敌人 铲除中共 美国才可以消除美国的敌人 为未来一百年扫除美国安全上的障碍 这本来是你听证会的目的嘛 但是你看闹场的听众 他就举出大标语告诉你 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 无非就是利用国会这个现场 大量的媒体报道能够把共产党这个大外宣的口号 能够散布出去啊 就是起到什么 起到挑拨离间的作用 为什么博明对共产党认识的那么清楚 他明确的告诉在场的所有美国国会的议员 以及广大的听众告诉你 中国共产党最害怕的是中国人民 为什么博明对共产党认识的那么轻淡 博明这个人只要是听过我节目的老观众 都知道我在节目中多次介绍过博明 博明他本人是担任过川普总统时期的国家副安全顾问 他完全是一个中国同 他不仅仅是中国同 他关键是中共同 他对中共所有的这种残酷的控制人民的手段 他了如智掌我是多次介绍过他他本人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他在北京呢担任过路透社的记者也担任过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在北京他一共工作和生活了七年 他本人就是在做记者报道采访报道过程中被北京市公安局曾经抓捕过 把他关到北京看车署的 他是在北京看车署里面亲身体验过中国犯人在监狱里面那种非人的待遇的 后来他离开了这个记者岗位回到美国以后就从政了 他是美国政坛上不多的对中共政权十分清醒的美国政坛的青年裁军 因此呢他在每一次制定对华政策时候对中共政策时候 他都把这个矛头直接指向中共撇开中国人民 就是制定的任何政策不要让中国普通人民呢让他们受连累 而是制止中共高官 制止中共这个政权 直接打击共产党的领导阶层 所以说中共对他恨之要命啊 因为中共要把14亿老百姓捆绑着啊 每次美国要制裁中国的时候 中共都把老百姓一绑把老百姓作为党监派挡在前面 也就是你们制裁我们就是制裁14亿中国老百姓 那么挑起中国老百姓对美国的仇恨啊 而美国很多官员都觉得我们把14亿老百姓都打击了都制裁了 这个好像有点太过分了 也就是这么多的人民我们怎么能去打击呢 因此美国人很多呢在制定对华政策上就投措机器了 考虑到中国人民的感受嘛 而博明就是把你这个博力开来 就是告诉你中国人民不等于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完全是两回事 中国人民恰恰好是被共产党压榨的那些奴隶 他们要翻身他们就必然要反对共产党 所以说博明每一次参与制定的对华政策都是只打击中共 尽量的不丧及中国人民的 因此党国对他哼之入骨啊 把他列为跟蓬佩奥就是跟人类公敌 一起受到中国制裁的美国主要官员啊 因为中共觉得制裁博明至少是比制裁蓬佩奥大得他要疼一些 因为蓬佩奥他本人是白人他太太也是白人 他一家的子女他所有的钱财都是在美国的 跟中国没有一毛钱关系 制裁就等于对空气制裁 对蓬佩奥一点都打击不到 但是对博明就不一样了 因为中共早就了解到博明的太太是华人 因为博明的妻子叫杨晓燕是一个博士 他是越南裔美国人出生的微生物学家 他跟这个脸书老板扎克伯格的太太一样 都是中国的越南的华侨二代或者是三代 在越战后呢移民到了美国的 所以共产党他对海外只要有华人血统的人 管你是从哪里最终移民到美国 你是从东南亚过去的也好 你从台湾过去的也好 你从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国家 你只要祖卫士华侨曾经在中国生活过 讲过汉语你这种人就是我们华人的后代 那么中共他统战他都有办法 他觉得博明的妻子杨晓燕虽然他本人是越南裔美国人 但是他在成为越南裔之前 他首先是中国的华侨 是从中国先移居到越南 然后就在越战之后才从越南再移民到美国去 这就是跟我讲的扎克伯格的太太一样嘛 也是这个身份嘛 而他们因为有华人系统 所以中共的统战非常容易啊 你包括从台湾移民到美国的赵小兰 赵小兰的丈夫麦康奈尔早就被中共拿捏着 叫做炉火纯青 加上加州国会议员叫赵美兴 纽约州的国会议员孟昭文 这通通都是中共在他们身上花了大力气统战的 这两个人在美国任何场合都是为共产党唱战歌抬轿子的 另外德州有一个华人议员叫吴元智 这个吴元智百分之百是党国派出去的二代 也就是他父母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从广州移民到美国的 当时吴元智还在上小学 也就是他父母接受了党国的任务 在海外把他这个儿子培养起来了 最终当他儿子在美国挤入政坛以后 就不断的为中共抬轿子吹喇叭 他所有做出的任何政治上的决策 都是一律拥护共产党 帮助中共在美国完成中国共产党 要渗透美国要搞乱美国的作用的 就是这些华人议员这些华人从政的人 几乎没有哪一个人共产党统战不了渗透不了的 而杨小燕共产党觉得我们打不进去吗 那你不是华人吗 你的祖辈不是在中国吗 你家族总有企业 我们总有千丝万缕的亲戚关系吗 但是碰到杨小燕家的是博明干就对不起了 博明这个人是根本不是你共产党的一套 你随便怎么样去渗透博明和他的妻子 对共产党来的任何糖衣炮弹也好 硬刀子也好威胁也好制裁也好 人家根本就不理会你 共产党根本就没办法对付人家博明 当你把人家关了看厕所人家都没屈服 你现在人家在美国政坛上是青年领袖 你中共能拿人家有什么办法的 所以博明对中共的批驳 每次的嘛每次都是入母三分 所以这次听众会里面的看点非常多 而且在听众会上面出现非常有戏曲的一幕 就是讨论中国向俄罗斯是否提供武器的车 当时国会共和党议员叫盖茨 盖茨这个人很有名啊 上次在这个共和党议长就是麦卡锡始终投票当选不了议长 投了15人嘛 在这个投的15人的过程中 始终反对麦卡锡当议长的就是盖茨 以盖茨为首的一批少数的共和党议员 就不同于麦卡锡 理由就是麦卡锡和民主党在很多方面有勾兑嘛 他不能够旗帜鲜明的支持共和党恢复美国价值观 重塑美国第一的这个方案 因此盖茨是坚决反对的 所以盖茨这个人很有名 我在我的节目里面多次介绍过他 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在这次国会听众会上面 当时盖茨呢质问国防部的副部长 问他亚素营是否获得了美国给他的武器支持 因为盖茨根据媒体的报道说是 2018年开始起美军就在训练乌克兰的亚素营 那么国防部的副部长在盖茨 对他这个质问之后他反问盖茨 就说你从哪里来的消息 你这个消息是不是来自于中国的环球时报啊 当时盖茨讲说不不 no no不是环球时报 但是呢盖茨呢不放心 他说我看一看我了解一下 他马上查看了他的电脑以后 他回答是的哦 我这个消息是来自于环球时报 然后国防部的副部长就告诉他 你就不要去在乎质问我了 因为我们根本不相信北京 根本不相信北京的大外宣 环球时报讲的话你也信 是这个Azov Battalion getting access to U.S. weapons not that I'm aware of but if you have information I'd seek Adam's consent to enter into the record the Global Times investigative report that talks about training it's from the Atlantic Council's Digital Forensics Research Lab citing that theAzov Battalion was even getting stuff as far back as 2018 without objection so ordered any reason to disagree with that assessment? I'm sorry is this the Global Times from China? No this is That's what you read Yeah it might be Yeah would that be a reason As a general matter I don't take Beijing's propaganda No no yeah just tell me if the allegation is true or false I mean I don't have any evidence one way or the other as a general matter I don't take Beijing's propaganda at face value So this just means 共产党在海外 它這個滲透多麼厲害 它已經到了通過什麼 改頭換面 把環球時報包裝成一個英文媒體 然後在美國散布大量 對美國不利的 對共產黨有利的新聞 而連蓋茨這樣的議員都上了檔 那普通美國人就更容易 被胡錫進這樣的環球時報 打扮成英文媒體 給美國人洗腦啊 所以說蓋茨馬上就意識到 它消息來源錯了 因為消息來源來源於北京嘛 而任何來自於北京官方報導 基本上都是假的 都根本就沒有任何可信度 那麼蓋茨為什麼要對國防部副部長 提出亞蘇營的問題呢 胡錫進的環球時報 為什麼要在英文媒體上 證明美國訓練過亞蘇營 它要挑起一個什麼矛盾呢 亞蘇營是烏克蘭的一個支援兵組成的一個準軍事組織 絕大多數人呢 都是那些會講俄語的烏克蘭籍的俄羅斯人 在保衛烏克蘭馬里烏布爾式的保衛戰和守衛亞蘇鋼鐵廠呢 都起著顯著的作用 但是該組織呢 它是一個白人至上主義的意識形態 以及呢 它曾經發生過一個基督層的清正式的槍監案 這種行為呢 被美國很多國會議員 尤其是民主黨議員認為這個組織呢 它有暴恐行為 所以說呢 美國眾議員多名民主黨議員 曾經要求美國國務院呢 把亞蘇營是列為國外恐怖組織的 2018年時候 美國國會通過一項撥款法案 禁止美國任何組織 向亞蘇營提供軍事援助 正是因為美國有過這麼一個議案 所以說呢 胡錫進就開始去挑撥了 他就在英文媒體上面去散佈說是呢 美國曾經提供過大量的經費去幫助支持了亞蘇營 那麼這個話不就是違背了美國國會當年制定的這個議案了嗎 所以蓋茲質問國防部正是要問 我們議會既然決定要制裁亞蘇營 我們不可以在亞蘇營提供任何幫助 為什麼你們軍方還要對亞蘇營進行訓練給他們提供經費呢 而國防部的副部長一個反問就告訴了蓋茲 不是你的消息來源是錯的 根本就不存在國防部訓不訓練亞蘇營的問題 而是你的消息來源是環球時報 是胡錫進在海外的大外宣你上了共產黨的當 這實際上就是環球時報挑不離間在海外報導 攪渾水的這麼一幕 當然了蓋茲是上當了 只不過蓋茲呢他立即就做出了調整 他意識到從北京來的任何官方信息呢都不能信 那麼聽證會上面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叫梅蘭德茲和外委會首席共和黨議員以期他都要求 就是拜登政府啊必須禁止中國航空公司和其他非美國航空公司啊 你們如果要有飛機想飛到美國來那就必須要避開俄羅斯的領空 目前來講美航的所有航班他們飛往歐洲也好飛往亞洲也好全部是避開俄羅斯領空的 但是中國和其他國家都有一部分航空公司他們飛敵美國的航班都是跨越俄羅斯領空的 而根據現在美國跟俄國之間的關係所有的議員們都認為跨越俄羅斯領空的這個航班上面 因為坐著大量的美國人很可能對美國公民的生命產生嘛產生威脅 因為俄羅斯完全可以派戰機在他自己的領空去截停這些民航飛機啊 然後把民航飛機截停後把飛機上的所有美國人都捆起來啊當作人質就綁起來啊 這毫無疑問來講就增加了美國公民在海外返回美國時候在航程上面受到的威脅嘛 這是非常非常嚴峻的一個事實啊 因此這兩個議員都要求拜登立即做出決定 任何飛往美國的航班以及美國飛出的航班 任何這些只要是跟美國來往有關的航班都一律要避開俄羅斯領空 堅決不能在俄羅斯領空進行飛行 繞行儘管會增加一些飛行費用可能會提高一些飛行成本吧 但是進入俄羅斯領空就給在飛機上乘坐的美國公民帶來一份危險 所以說呢美國國會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 他們馬上就把這個議案呢提交給總統 就是要求總統立即下令要避免俄羅斯領空上經過的飛機 上面因為有美國公民會對美國公民造成潛在的危險 之所以提出這個要求是因為根據美國情報部門掌握的情報 普京呢他僱傭的這個瓦格納僱傭的軍隊呢 最近是招募了一批巴勒斯坦的武裝分子 這一批巴勒斯坦的武裝分子 基本上都是恐怖分子他們接停飛機是他們經常喜歡做的一件事 所以說呢這一次這一大批巴勒斯坦武裝分子加入到瓦格納以後 顯然對美國公民繼續有飛機航班 經過俄羅斯領空馬上就構成了直接的威脅 巴勒斯坦武裝分子什麼人啊 只要是前幾年不斷地去看央視的人 不斷通過中國官媒宣傳的人都應該記得 中國人民有一個所謂的老朋友叫阿拉法特 也就是頭上扎著一個花頭巾身上穿個迷彩服 背後一大批美女的這個所謂堅定的反法西斯 反以色列反美的戰士這個人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他呢早就死掉了但是他的餘毒還在 他的那個巴勒斯坦組織早就被美國定為暴恐組織 現在這個暴恐組織裡面的人員被瓦格納集團招募 每個人提供他們每個月350美元的這個價格 讓他們加入到瓦格納集團到烏克蘭去作戰局 那麼瓦格納集團給的這個錢相當少啊 350美元啊就那麼可憐啊 目前已經有300名這樣的僱傭兵在俄羅斯接受了短期培訓 並且快往烏克蘭前線 瓦格納承諾是給這些僱傭兵管吃管喝 每個月再給350美元就区区350美元啊 瓦格納一幹就是一個鑽翅空想喝冰雪的老金法 瓦格納集團我曾經在我前面節目裡面介紹過 它是一個以犯人和退伍軍人為主的一個軍事僱傭軍的集團 這個集團呢能爭散戰 普京呢用他們在烏克蘭呢為自己賣命出了不少力 普京呢供給給他們大量的軍費 但是瓦格納集團顯然對普京的政權形成了這個威脅 也就是瓦格納集團隨著他在戰場上他的優勢不斷地擴大 對整個軍事戰場上的主動權都有瓦格納來控制的話 那顯然對克里姆林宮是絕對有影響的 在莫斯科這邊普京越來越感覺到瓦格納集團的勢力越來越大 很可能什麼兵變宮廷政變都來自於瓦格納集團 所以普京現在不斷地在消解給瓦格納集團的各種經濟援助 而瓦格納集團仗也要打他又沒那麼多兵願意送命了 現在普京很多這個監獄裡面的犯人也不願意白白去當跑灰了 因此瓦格納集團現在就到巴勒斯坦地區去雇用巴勒斯坦基金組織裡面這些暴恐分子嘛 普京不管你是不是暴恐分子 只要你來去打仗你把對方國家你暴恐的再厲害關我什麼事啊 讓瓦格納去擔責卷他一邊可口瓦格納的軍費一邊讓瓦格納為他賣命一邊去製造各種暴恐事件 最終什麼最終就通過烏克蘭戰場上跟瓦格納火拼以後 然後把雙方的實力都消耗掉這就是普京的目的嘛 但是人家瓦格納集團的老闆也不傻的人家拿著你普京的錢人家打仗人家要保存自己的有勝力量 犯人們可以讓他們去送死招募來的巴勒斯坦地這些基金分子也讓他們去送死 給他們花費的薪金也非常少一個月才350嘛 那麼這種情況下他保存實力以後哪一天是不是跟普京犯臉 最終真的發動一場共庭政變或者是兵變把普京控制住 甚至把普京交給聯合國的法庭交給美國人這都完全有可能啊 因此來講整個俄烏戰爭的形勢絕不是在我們每一個人所想像的 它這個裡面的複雜性非常非常多隨著俄烏戰爭的不斷深入普京越來越被動 隨著習近平的深度捲落以及美國國會對中國嚴厲的打擊之後 2023年可以看到無論是普京還是習近平都是非常非常難過的一年 他們兩人明年這個時候是不是活著我們都不敢講 也就是現在國際形勢對打擊俄羅斯打擊中共 現在已經形成了非常好的一個氛圍 這種氛圍只要我們大家共同努力 每一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也就是利手輪跡做你的事 最終就是為推翻共產黨為燃燒共產主義大廈 我們每個人都貼一把財 好今天的節目我就跟大家說到這裡謝謝大家 我們先看到auft